Hello 腾讯视频 BigBong来了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刘昊然 今天也是现在我们的节日记的一个活动吗 然后他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个机器人 对对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关注一下 我有了解 他其实是TVN的创始人的名字的缩写命名的 然后那个机器人还蛮可爱的 我一会蛮想出去说可以是 其实是可以跟他有一些互动的 一些游戏的东西 如果说你有一个机器人的话 你想要做什么 就那个机器人可以问你做什么 多来吗 要求是有点多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机器人的话 我希望他会飞 就是我比如说我有什么行程 他可以带着我 像大白一样 就带着我就能飞过去那样子 那其实不是任意门的话会更快一些吗 但任意门有点反物理 反物理常识 我觉得任意门可能实现度没那么高 但是随着现在无人机啊 无人驾驶的技术 我觉得可能那样的 刚刚说的那样的机器人可能还是比较快容易实现的 那上次也说我看到你看到你就是带了我们那个车系列 搭配了一套旧身衣的那个服装 对对 当时怎么会想要说是穿的一身是自己选的吗 是我自己选的 因为我觉得本身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不一样风格和状态的男生 因为我这年纪男生好像大家都胆子比较大 但是因为你知道可能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其实男生能选择的衣服的种类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一般会在比如说像 像胸针啊 配饰可能会把耳钉当胸针 包括昨天的活动会把一个钥匙放在领节下面 但结果那一天呢 因为他颁的奖都是偶像什么美丽偶像啊什么 当时我会觉得说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大胆一些 然后所以说就选了那身衣服过去 然后没想到很亮眼 特别亮眼 就那天我在在在现场坐着 真的就是谁的视线 从我们这桌扫去看到我了 然后就我们就要聊几集 然后谁扫的那样的 就是黑暗中最亮的仔吗 对 当时没有怕自己会驾驭不了吗 没有是这样的 其实我会把我每一次的录出 公开录出的形成当做一次尝试 所以说其实我会随着我不同的衣服 不同的风格 不同主题的活动去调整我的状态 所以说那天我穿那身衣服的时候 我也没有把我的状态放得很正经 再有把状态调得比较活泼 比较可爱 那样的话我的想法会觉得说 哪怕说大家觉得这身衣服 就可能有一些人的审美 觉得那身衣服不在他们的审美里面 他们也不会觉得怪 他们会觉得可爱 我希望状态是这样的 那你的造型是的话 工作压力不是会变大很多吗 还好吧 因为我其实大部分的活动 都是比较没那么出格的 所以说偶尔有这么一次 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那你觉得你上次穿的那一身的话 就身边还有谁会可以就是像你一样 可以把它hold住的 如果说就是有两身的话 你会把 王大陆 为什么 我觉得他的状态和他的性格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这样每次看你出席活动穿的都挺少的吗 然后每次也是 就粉丝都会说让你多穿一点 那现在有特别注意保暖吗 蛮注意的 就是我一般不工作的 就是没有工作的话 就是什么帽子啊 什么秋裤啊 什么长筒袜都穿得很齐全 但是因为活动的话 必须要 必须要 舍弃那些 舍弃那些东西的 就是要动寒 抗寒 我觉得也不只是抗寒吧 因为确实需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给到大家嘛 如果说你真的穿的很暖和的话 可能势必会不太那么好看 比如说你穿在秋裤 穿在紧身裤里面会很皱 它没那么好看 那今年好像没有看到你那件 就是中西的羽绒服是卖了吗 没有卖 因为我那件羽绒服穿的时间很长 因为我一直洗 洗完之后 它里面那个东西堆在一起 它没有那么舒展 所以说我其实我今年会再买一件这样子 那原来的那一件准备怎么办呢 原来那件在家里放着 没人会嫌自己衣服多的嘛 那好像前段时间也是跟我们华姐 有就是合影了嘛 那很早 那非常早 那张照片 可以讲一下说当时 就是跟偶像合影的时候 那种心境是怎样 最新成功的感觉 但其实反而 当时反而合影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 可能有点傻了 对于我这英语 对我竟然能说明白 说我想跟你合影 我当时我当时只 只只在想这些事情 我说我竟然能说得明白 对因为那个是在一次 一次双十一的活动上 我当主持人 然后大家都在台上正好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自己鼓起了勇气 对鼓起了勇气 主要我也是看旁边 有人先开了头 更多了一下 那像关于明年的话 就是要和大家的新作品 就是九州飘老路 就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这部戏有什么 就是拍摄的一些 困难的一些地方 挑战的一些地方 就是我觉得 演员是有春夏秋冬的 拍摄也是有春夏秋冬的 但大部分的拍摄 它因为时间比较短 你是经历 在一次拍摄 一次角色里边 是经历不了四季的 但是这次的拍摄 我真的是感觉 经历了一个春夏秋冬 对我觉得 我在这次的拍摄里边 我经历了所有演员 会面对的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而言 会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成长上的帮助 就是禁组的那种愉快 开心 那种冲劲 以及自己身体的支撑补助 以及自己可能有的时候 一些精神状态的支撑补助 一些劳累 我觉得我全部都经历过来了 而且我坚持下来 把这个作品 很好的完成了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成长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一种年度一个拍摄周期的话 那你自己是怎么后复 就是说你会崩溃的时候 那你该都是怎么办呢 但就还好 因为也就是因为它时间长 所以说其实我的调整空间 会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因为它周期比较长 所以说真的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休息的 所以我也不是那种天天就 抓着我一个人拍的那样子 其实反而我的调整空间 和思考的时间会长一些 所以说对这个角色来说的话 应该是就是很了解 就倾注了很多在里面了 对 因为我一般拍任何的IP改编的剧的话 我会非常谨慎 因为我希望我不仅要对得起所有的观众 也要对得起所有的原著的读者 对然后包括对得起原著的作者 所以说我会很谨慎的选择 我去拍摄的改编的 IP改编类的作品 然后我既然选的话 我一定会拿出我的所有的能力 去把这个角色给塑造好 那拍过四季的话就是大古装嘛 那你夏天穿着大古装又很冷 冬天穿着大古装又很冷呢 对啊对啊就很很惨 我冬天在新疆零下十几度 然后有一天穿着一件 因为是在梦境里 然后我穿着一件薄纱 就是那种透风的薄纱 然后里边穿着裤子 在雪地里走 然后夏天有一天披头散发 然后穿着黑色的衣服 然后在一堆火堆里边拍打戏 非常的苦 就是冰火两层天的那种感觉 就是反正就是真的是那个 不是很不是很好 那这些都经历过了 就是没有什么再可以拿到你 对我觉得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成熟的演员 他已经经历过这些了 但是因为我入行的年纪的原因 其实我很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借着一次工作机会 把你之后可能会面对的 所有的问题给接触一下 你知道所有的问题的发生的原因 以及解决的办法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未来的话 就是在你自己的一个 就是选择角色上面的话 会有些这样子的一些想法 新的尝试呢 可能会接一些现代题材的作品 这样子 但是也没有定 因为我觉得都是命 就是等什么时候遇到一个 时间合适 角色合适 然后导演合适的戏的时候 可能那那个戏 可能和你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我接下来接一个戏的话 那一定是我喜欢的 那2018马上不是也要过去了吗 就是有没有说 对年轻人的一些 就是忠告啊 或者是对你这一年的一个总结 无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 2018年的话 我其实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每一年的状态都不一样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忠告 能同时给到所有人 对 因为大家要 救人论人 救事论事 所以说我能给到一个忠告 就是希望大家能踏踏实实的 过好自己 能过的每一天 是这样子 嗯